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要换工作的第一次尝试 这六年干嘛呢 坚持 什么坚持 我问你干嘛呢 工作 对自己的信念的一份坚持 什么工作 验刷啊 你说有份工作叫坚持吧 你说这坚持是不是忍受 先别等着 你的那份工作是 印刷 印刷厂 印刷厂 对 你学的专业是什么 我学的是电子出版专业 就是我06年毕业时候 电子出版可能还算是一个 新兴的 毕业后没有找到相关的这种 电子出版读物的行业 所以进了一个传统的印刷厂 在做传统书刊印刷 就是做印刷 印刷 做得怎么样吗这六年 好 怎么够好 我在25岁的时候 做上了这个公司的最年轻的中层 你25岁就中层了 负责什么 当时是在生产车间 我在验后部 验后部的车间副主任 车间副主任 对 10年 10年1月1号 那这六年觉得这份工作怎么样 成长了吧 也算是北漂嘛 也算是一种经历 解决户口吗这份工作 解决户口了 对 对吧 对 所以这就不叫北漂了 好吗哥 北漂 你这 那个单位 你是大学毕业 这个企业解决了户口 对吧 这就不是北漂了 邵刚刚 我觉得这还是北漂 北漂 房子多贵啊 生活成本多高啊 你还未婚 老婆还没有 其实主要是心在漂泊 如果心稳定了 那到哪也不是漂泊 怎么今天全是这么 我叫刚送走的诗人 怎么心又出了一个漂泊 在说点落地的话 好不好 博源 你不要再打岔了 好不好 看来过去六年的工作 的确对于他来讲 是一个严重的折磨 所以他才想考虑改行 咱们弄点实际的 好不好 博源 咱们别整那什么心在漂泊 这套 整点整格的 脚踏实地 脚踏实地 整点脚踏实地的 做了三年 做到车间的副主任 算是年轻人里面 升级速度比较快 对不对 对 那你这个再职研究生 是你在工作期间去考 然后单位也支持 是单位推荐的 公司有三个名额 在去年的时候 然后帮着我们三个人 去报的 印刷学院 因为我们都是 在印刷厂嘛 然后我们就是 保送了三个名额 去北京印刷学院 这个在职研究生 还是单位给推荐过去的 学费呢 学费公司 也是单位给出 对 怎么想起来走了呀 我觉得这份工作 又挺稳定的 是吧 而且单位对你 真的挺好的 博源 三年给你一个中层 是吧 然后又过了一年的时间 把你提到中层之后 只有过了一年的时间 就让你去上 在职研究生 学费单位承担 真的对你挺好的 我觉得我想要 我自己的未来 我们是年轻人 我觉得在一个公司 从毕业就到一个公司 去打拼 打拼到退休 那是上一代人的事情 你的梦想在哪里 我的梦想在心里 我收回我的问题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 我希望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你现在就有了 不是这个稳定 是让心能踏实的工作 具备几个条件 你的心就不异动了 需要至少有一个 自己稳定的将来 至少能看得见未来 至少 你现在这份工作 看得见未来啊 三年你就做了车间主任 再过三年 你做车间的正主任 再过几年 当你研究生毕业 变成一个硕士的时候 几年的时间 你当副厂长 再过几年 你当正厂长 你这一片平坦啊 哥 作为印刷行业的大佬 对啊 所以已经坚持了六年 所以已经坚持了六年 就发生了什么 你哪天出门 遭受了核辐射 然后使得你 后来我换过别的岗位 在公司内部 从艺术部到了设备部 我觉得这每天的生活 其实 我说出我一天工作 可能这一个月的 都是这样 按部就班的 你要什么工作 今天你要什么工作 助理方面的 什么行业 因为我肯定要跳出 印刷的一个圈子了 所以是什么行业 要重新开始 什么行业 什么行业 我觉得都可以 只要是 什么行业都可以 就说是印刷也可以 无所谓 我觉得我最强大 有执行力 您说 去做这个 我说好 就去做 不撞南枪 不会投 就是有一种执行力 你这份工作辞了吗 现在还算 只是刚交了离职报告 交了吗 交了 已经交离职报告了 只是刚交了 对 你这事 你因为二十八了吗 二十八 有女朋友了 对不对 没有 有过 有过 是最近分的 去年吧 去年 也是你老跟他说 你新的事 然后就 不是 那个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吧 我觉得 我现在在北京 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想要未来也包括心经方面 怎么 自己都养活不了 那还干什么 那你今天来 你的心经诉求是 诉求 我希望能到六千以上 至少能保证最基本的 凭什么到六千 为什么到六千 六千的理由 构成 六千的理由 它的构成 我可以把自己的时间 全花费在这个工作上 如果我喜欢它 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然后 可以 这六千理 可能是包括底线 还有提成 我会用自己的能力 给公司带来效益 从效益里 再去拿那些浮动的 这个必须要讲一下 这个是前面 前不久我们聊过 就是我也讲 在网上讲过一个 就是价值和价格的 那么消费者 一个应聘者上来说 我值很多钱 那你要先想想 你能为企业创造什么价值 那其实刚才 我们一直在问你 你要想换工作岗位 因为你所有的精力 全是印刷 就是你凭什么 你认为值这个六千块钱 因为你要跳出这个行业了 对吧 你凭什么值这个六千 这个可能也是 各位老总可能 比较担心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可能 如果跳出来 从印刷跳出来 不论到了什么行业 可能自己都是一张白纸 但是我觉得 我这张白纸 可能比应届的学生 多一点就是成熟稳重 这些年的经验 可能这个企业里教会 我怎么去做人 所以这一点啊 这一点是我一直 一直在招聘 背后面试 我都在讲 既然你选择了跳行 那你要忘掉薪资 这块我跟你说啊 以你知道的 就以这十二家 甭管他知道不知道 哪一家和你的心跳吻合 福能集团 福能集团刘总 然后斯凯乐 斯凯乐曾总 刚才我觉得 应该是比较 适合我的地方吧 为什么 比较倾向 为什么斯凯乐适合你 你去了斯凯乐 你去干什么 那应该是听曾总的吧 不不不不 曾总现在听你的 你说去干什么 助理啊 执行 不能说是 首席执行官吧 也是那个意思呗 所谓的执行力 去 曾 曾 曾 你想去当首席执行官了 曾总是 曾总是 然后我去当助理 明白了 曾花有助理 你还能干什么 在基层一个部门吧 什么部门 销售 你去做销售 吗 您看我像做销售的人吗 小张 12位 小张 你们看 你们看是像还是不像 先做出来一个初始判断 然后继续提问 新薄园 适去适流 选择 黄远南 陈浩 带我 逃车 五位离开 七位留下来 天生我的大家 那个你刚才讲了就是 你有你有沟通能力 你有任性 那么你在原来的公司里边 有没有你不喜欢的人 他什么样的人 你是怎么跟他们相处的 能尽量避免发生冲突 就避免 什么样的人你不喜欢 什么类型的你不喜欢 就是比较自我 做事情的时候 只考虑自己 然后不讲的团队配合 会比较不协制 你管多少人 以前管多少人 在装丁的时候 现在就是有100人 白白夜班 然后在设备部的时候 有30多个人 你解雇过人吗 解雇过 就是 高特明不用来上班了 去认识专案部 八道 你还解雇过人呢 因为都是 你要解雇我 你要解雇我 看你怎么跟我沟通 因为当时这样 他要请假 我没批 我就说 我明天要请假 小张明天活比较急 你有事吗 你如果 可以给你安排到下周 可以吗 明天必须的 真的 我明天 就是你不准我的假 我也肯定走 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批得批 你不批 我不批了 怎么着 他说 我告诉你 不批了 你不用来了 最后是人家 很有骨气的走了 留下了一个卑微的你 没有没有 人家是这么说 我这要请 明天 如果你不准 你怎么说话呢 真的假的 你真是这样的 你真是怎么跟他说的 因为车间里需要那种 野性吗 野性的心 野性 我刚才我们灭灯走了 我以为你上台来卖萌 但是我发现你真是天然萌 你是个很纯良的人 对 但是我觉得你对现代职场 不太了解 那我就想问你相关的问题是 你在这个相关行业 转型不行吗 就在你自己在厂 你是厂的只生产吗 没有销售这些吗 可以转型到出版 对啊 那你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转型 你的待遇绝对是跟得上的 电子出版的春天来了呀 这不是06年的情况了 我放下的时间太长了 说这个相关行业 我告诉我 我不会用的 真的 它的这个东西 我听了以后 韩星两个字 怎么了 单位对它这么好 这么快的时间 你提拔成为一个 这个企业的这个忠诚管理人员 又给它进修 希望它这个 这个以后的发展道路上 职场上能够走得更远 但是它恰恰呢 第一不领情 第二呢 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第三 没有一颗感恩的心 六年人家给它的 何止是六年的这种期许 不是 和投入 对吧 你很现实 你报床 我估计你这个企业肯定干不惨 我感觉有些气氛 真的 我先听听他自己的这个 来来来 你说你心 你心生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黄总的问题 黄总的问题 想到当时 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跟一个要离职员工 在这儿说话 我说你为什么要走 留下吧 干活挺好的 他就跟我说一句话 我寄到现在 他就说 你回头看一眼 两个老师傅坐在那 他说 二十年后 你我就是这样 小心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都是过着这种 平凡的生活 你还不想做什么招了 都是他们 人家不想过 你要想过你去过 晚晚啊 对不对 真是 哪里要想到这么容易的事情 太莫名其妙了 我希望能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重新努力 重新开始 我觉得他可能是 对工作的这种方式 有想转变 他是想去走四方 对 不想再窝到一个地方 看过一下眼界吧 有一个问题 你想过没有 就是说 因为你今天是转行 年龄挺大的 但是你转行之后 你的薪资可能比你 今天五千块还少 那你能不能接受 比现在薪资还低的一个工作 而且 底线 发展 我要是未来梦想 在远方的梦想 我要全力去追逐他 在我老去之前 到现在 你为什么没有出一本诗集呢 我更知道 现在场上有七位留了下来 注意你们现在要做判断了 薄园有招人喜欢的地方 薄园的内心 真的不是28岁的内心 他的内心世界可能是18岁 因为他整个的工作经历 全都是在一个环境相对单纯封闭的场子里 一待就是六年 现在 一个小孩要长大了 他的心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接受时间 接受现实的锤炼 一点一点的火星迸发 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你别瞎锤 我来问问自己的心吗 我做好准备了 和你对话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来 七位 你们来对话吧 去或者留 选择 听话离开 仍然有四家留了下来 听一下四家企业给的职位 来 福腾集团 我给你提供的是 先从一个C类产品这个项目组的组员 你先进去 C类产品项目组的专员 项目组专员 对 好的 来自福腾集团 咖啡之一 咖啡之一为你提供的是 一个全国加盟中心的拓展 拓展总监助理吧 从这个职位出发 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的拓展团队 要专业拓编 这个时候你进去 可以得到最专业的培训 和最快速的成长 还有最重要的是 可以满足你走四方的这个理想 五八同城 那么我给你提供两个职位 一个是在天津的 是增制业务部的销售专员 在天津的 那么在天津的职位 可以提供住宿 那么另外一个职位 是在北京 北京的销售专员 来 斯凯乐 那我想你从那个 总务助理开始做起 然后明年呢 我们可以看你的情况转 比如说运营呢 或者拓展都可以 都听明白了吧 好 思考一下 把其中的两盏灯 关掉 再见 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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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来的两家 福灯集团咖啡之意 谈前不上感情 刘总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可以给我的薪金 大概有多少 我这边呢 给你的底薪是四千 那么在这个 只要是这个产品项目 在销售中 你会得到你的绩效 好的 谢谢 谢谢 颜总 您好 我想问一下 那这个岗位的底薪 也是四千 而且它是有绩效和提成 最重要的是免费时速 我个人认为 这个岗位是非常适合 你的气质和个性的 当然这是我的认为 不知道你会怎么想 如果你要有梦想 未来的21世纪 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 一个是互联网 一个是新能源 传统行业是 永世长存的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去福灯集团呢 还是去咖啡之意呢 还是选择谢谢再见呢 什么情况 干嘛去呀 告诉我一声啊 用行动来表示 你选择 咖啡之意 很短